肉排海鮮鋪上鐵盤 滋滋作響再淋上降吃 黎先生一家四口原本開心 到鳳山這一間牛排老店 想祭武藏廟 結果卻差點被鐵盤燙到 受了一肚子氣 指控店員的行為跟態度很惡劣 看到鐵盤掉下來的時候 那個很燙耶 我們只擔心的是燙到冷 不是我到腿的 我們是顧客 很來不及享用這個美食 你去甩那個木板轉身手 變成我們也沒有那個心情 在現場吃這個飯 李先生一家四口 17號晚上六點多去吃飯 結果送餐店員 不小心把滾燙的鐵盤砸在桌上 幸好他們沒有受傷 不過接下來 店員竟然把放鐵盤的木板 用力砸在桌上 讓他們嚇傻眼 怒控店員態度惡劣 店家嚴重管理舒適 今天好 先用到我的手 其實我不是故意的 我也是怕客人燙到 業者說當下有退錢 也會再一次聯繫客人致歉 不過來看這間牛排館 多次被網友評價一顆心 原因都是店員 態度很差 不能怪老闆什麼啦 燙又重啦 所以說大家要 體諒一下 你不慢慢地放下去 人家躺到 因為這個溫度都超過200多以上 由於這種鐵盤高溫加熱 溫度可達300度左右 幸好這一次沒有燙傷人 但是店員被指控態度問題 恐怕難免會影響 老顧客的燈門意願 三列新聞 劉安靜 會實際上高雙部島